我们查到,你世界可能就在军胜夜总会 夜总会? 军胜可不是普通的夜总会 他还是海城地下势力的总部 有很多大家族作证 和他们相比,做珊瑚的势力什么都不算 更别说统领他们的黑玉女王了 这是他的照片 这照片里的人好像是... 没错,他的样貌和你这些让我找的人很像 也就是说,你的世界很可能就是黑玉女王 夏青秋 啊?世界是黑玉女王? 自从他三年前出现 很快就让海城四大家族俯首称臣 而且还令下铁律 地下势力之间,严禁私斗更不可祸害市民 昨天还听说,四大家族的王家和陈家 私下冲突被他发现 为了保命,两家把上百亿的资产 全部将给慈善机构 这才平息他的怒火 不愧是我师姐,没有剁我们天一门的威风 不过你这么说,我师姐心地挺好的啊 心地如何我不知道,但他手段很利 和他见面,你务必要小心 哇,好豪华的叶总会啊 我们赶紧去找师姐吧 叶辰,你别乱吵啊 先生,现在是非营业师姐 这里不招待客人 我不是客人,我找我师姐夏青秋 麻烦你们帮忙通知一下 夏青秋是你师姐 你这个借口倒是挺新鲜 其他人顶多说是夏总的亲戚老乡 你直接诊出个师姐 挺有创意啊 小子,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和夏总谈亲戚的 我劝你赶紧滚,别惹麻烦 夏青秋就是我师姐 不信你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问你大爷,这不是你这土边能来的地方 一副穷酸养,哪配见夏总 赶紧滚蛋,否则让你吃不了多着走 你看见了,是他先动手的,可不怪我 快来人,门口有人闹事 怎么回事 周少,这个乡八佬硬说自己是夏总的师弟 不光要见夏总,还打人 是你 周少奇,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周家是海城四大家族之一 是军圣的股东 我在这里有什么奇怪的 倒是你,赶在军圣夜总会闹事 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真是好机会 这小子赶在黑玉女王的地盘闹事 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周,周少 夜晨真是来找他师姐夏青秋的 不是来捣乱的 笑话 黑玉女王要是这个相伴老的师姐 那我还是秦老爷子的兄弟呢 周少奇,你敢侮辱我爷爷 不和他们废话 是干多了会遭报应的 有个师弟 难道夜晨搞错了 那我们岂不是得罪了黑玉女王 这下完蛋了 听到没有 这两个人在军圣集团坑蒙拐骗 来人,把他俩捆起来喂鱼 赛师姐 我是你离开天一门之后才拜师的 所以你没见过我 哦,你怎么证明 这是师父的信物 这确实是天一门的东西 糟了,难道他真是夏青秋的师弟 诶,师姐,你干什么 这不过是一块石头 证明不了什么 你若是能解我的毒 就能证明你确实是我师弟 放心 解不了的话 我会给你准备一个漂亮的骨灰盒 好霸道的毒 万一这小子解了毒 被夏青秋认下 那我不就死定了 不能让他得逞 一个冒牌货 还敢在夏拙面前装模作样 给我打 叶辰 谁说我解不了毒 叶辰他把黑女王的绝毒逼出来了 他难道真是驾走的师弟 师姐 现在你相信我是天一门的人了吧 有意思 帮我准备好下宫 我要和师弟好好聊聊 没我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好华丽的地方 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 在这里做什么都不会有人打扰 英气逼人 三师姐是七场 无人能及 师弟 师姐这是要干嘛 小陈 乖 师姐 你怎么这样说话啊 那个 我 当然是 华操 师姐 你帮我干嘛 我是墨市大老板 六月二十一日起 每周五六 上午十点更新 丧失萌妹 一拳爆五个 点个再追 了解一下 总有师姐对我图谋不轨 五月二十二日上线 点个再追 每周五上午十点 师姐 求放过啊